Hello大家好,我是Zoe,欢迎大家这次回来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词汇的第九个小节 关于人体身体的不同的部位应该怎么样去说 并且的话还来给大家介绍一些身体的运动 也就是说人体的部位及其功能 OK,非常不多说,直接进入到第一个小节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 在转述到英文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进行表达 那这里边的话我给大家放一下音频 大家一定要跟读一下,一定要跟读一下 然后这一次也是比较基本和常用的一些词汇 所以来讲的话,要求大家在听到的时候能识别 它所对应到的是身体的哪一个部位 并且的话要求大家会平歇,OK吗 好,那么请接下来我们快来听一下 A,parts of the body the outer part of the body is covered in skin too much sun is bad for your skin OK,这句话再听一下来带大家一起看一下 所说的第一句话表出的是什么样的含义 说的是the outer part of the body,对吧 说的是我们身体的外部 外部 然后的话被皮肤覆盖 be covered in skin 我们这里边所看到的是 is covered in 代表什么一个被动语态 被皮肤所覆盖 OK,那外部的话叫做outipot 内部的话这个词我给大家写的叫做in it 那这边第二句话我们所看到的什么 太多的太阳 比如说如果你摄太多的太阳 直接怎么样去表达 too much sun 对吧 OK,那这里边的话摄太多的太阳 对你的皮肤没有什么好处 对你的皮肤是有坏处的 be bad for your skin is bad for your skin 这边的话大家注意 怎么样去表输 直接的话你看 这晒特的太阳 大家有可能去晒特怎么样去说 对吧 这边的话直接特别简单的 三个词 就直接概括 OK,那么紧接着我们来到 具体的左边男士跟女士 然后听一下音频 然后每到一个单词的话 大家更读一下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同的一个中文 所对应的一个位置 中文所对应的一个位置 前额 臉颊 那大家所看到的 full代表是什么 前缀 这个词就表示前 而头 前边是头是什么 前额 对吧 这个的话大家看到 直接指的这个部位 臉颊 lips 大家从图示的箭头 嘴唇 neck 就是脖子 chest 胸部 elbow 主关节 waist 这个我们所看到的 这是一个腰部 bottom 臀部 hip 就是胯部 那个地方 knee knee 膝盖 angle 就是脚踝处 chin 下巴 shoulder 肩部 breast 就是这个 breast是胸部 胸部 wrist 手背处 thumb 手指 对吧 那我们之前 给大家 扩展过一个表述 那就是说给某人点赞 give somebody a like or a thumb up 就是当主竖起来 就是赞的意思 或者直接有 a like heel 这一边的话 大家从图上 看到就是脚后跟 足跟 toe 最后一个词就是 脚趾 脚趾 好了 紧接的话 来看一下 b部分 b movements with your mouth face and head people breathe through their nose or mouth 说的是人通过鼻子 或者是嘴 紧紧呼吸 对吧 那这句话怎么说 大家可以自己 先来说一下 然后的话 我们就学会 叫做breath through you breathe in and out about 12 to 15 times a minute 这边的话 是一个小课 或者就是说 人家一分钟的时候 吸入和呼吸 大概是12到15次 people smile when they're happy and sometimes smile at people to be polite ok 那这里边所说的是什么 when 当他们感到快乐的时候 你就拍开手 不是 就是当人快乐的时候 人通常会smile 会笑 会笑对吧 但是也有时候 人的笑只是为了什么 to be polite 只是为了去展现礼貌 这是最显心的英国人 对吧 只要你肃目相对 他肯定会跟你笑一下 然后的话 就是有的时候 这个笑诊看起来很真实 那有的就是极致的假笑 就是 马上笑一下 就是受伪 所以的话 这个笑只是为了什么 to be polite 只是为了去表现礼貌 people laugh at things which are funny ok 刚才是微笑 基本上是大笑 说的是人会 为感觉到好笑的事情而去什么 感觉到有趣的事情而去笑 那这边的话稍微来讲一个点 things 代表是事情 那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所说的一点就是什么 在名词之后 如果从出现 借次 从去连接次 以及分词的话 它是引到后面内容 对潜质的名词信息做修饰 所以说我们在进行翻译的时候 要把修饰的部分 翻到核心信息的前面去 同学会翻译 人们会笑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感到有趣的事情 我们直接翻译成为 人们会对有趣的事情笑 对吧 人们去笑 感到有趣的事情 好了 那么紧接着下一句 people sometimes cry if they're very unhappy or receive bad news 人们感到不高兴的时候 或者收到坏消息的时候 会 cry 会哭泣 people in some countries 这什么意思 点头 点头 赞同 那如果是咬头的话 我们国家也是讲 咬头的话代表什么 no 就是不赞同 不同意 这什么意思 打哈欠 当他们感到累的时候 人们会打哈欠 或者是什么 纯粹是听课 感到无聊了 对吧 就会打哈欠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c部分的内容 一些常用的身体动作 的一些 怎么样去进行表述 c common expressions shake hands with someone 好了 shake hands with someone 基本上是什么意思 从图上我们看出来 两个人在握手 我们都知道握手的话 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 但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不同国家 这个握手的方式 力度 时间 它都代表着 就是说不同的程度的握手 在每个国家代表的意 可能就不太一样 有的国家就是 为了表示礼貌就是握一下 对吧 然后就放开 或者说跟女士握手的时候 要注意力道 包括时间 但是这个国家的话 必须要紧紧握住 才代表自己非常欢迎 非常友好 那我们说非常紧紧握住的 一个手 我稍微给大家扩充一下 叫什么 firm handshake 好了 我们所说 firm handshake 就是紧紧握住 代表着什么 非常用力的握住 对方的手表示非常友好 但是另外的话 我们说这个友好 虽然是紧紧的握住 但是的话 也会感觉非常补益 我们所说的话 有一种 你劲儿太大了 就是用的力道实在太大了 感觉手的这个糊处都要捏碎了 就那种感觉的握手叫什么 叫做hand crusher hand crusher 它的力道要远远比分离 要强得多 会给你产生一种记忆的 我猜我手快有命迹碎的那种感觉 大家要注意两个 都是力道大 但是两个之间是有区别的 然后的话 跟这种紧紧握住 完全相反的一种形式 这种人特别讨厌这种形式 你有感觉它只是在出于领劳 但是来讲的话 好像并不是特别想欢迎你 就仅仅是在出一个疑神 就是那种 对吧 大家看到这个手就知道 就是死鱼羊的握住 就是软绵绵的 放在你的手上那种感觉 那叫什么 the dead fish handshake 那我们这边给大家造个例子 说我真的是非常受不了 那种死鱼式的握住的一个方式 叫做on constant the dead fish handshake method 我真的是非常受不了 那种死鱼式的握住 OK 大家记得 运用一下这三个表达 好 那么紧接着 后来给大家继续放一听 我们往后看 Fold your arms OK 这边的话什么 就是叠交叉 你的手臂 抱在胸前 对吧 这个字首没关系 就是跟别人 有敌意的时候 不欢迎别人的时候 会用的一个这个姿势 对吧 好了 那么紧接着第三个 Comb your hair 就是梳头发 Wave to somebody 这边是什么意思 就是跟某个人挥手再见 朋友再见 对吧 然后的话 表示 就是说 逗别 那么最后一个 Blow your nose 好 这个很明显的话 就是擦鼻涕 好了 那么通过第九小节 我们就学会人体 各个的一个身体部位 应该怎么去说 包括肠药的身体动作 以及这个表达 好了 那么以上的话 就是这对第九小节的分享 就是东西 我们下节课见 看到一个人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